好 高刑警這邊 也遇過一對夫妻 是 然後呢 那這個夫妻 其實太太在撫養一個 四歲多快五歲的小女孩 她的先生只要酒喝了之後 就回來就把她拳打腳踢 那性侵 怕不怕 那她性侵 那性侵又... 因為沒有經過太太同意 就是性侵 因為就 左右邻居常常聽 她還不會叫母 就報案 報案到我們的轄區 派出所先去處理 處理之後 她不會叫母是暴力還是性侵 太太哭嘛 叫嘛 孩子也叫嘛 那派出所的同仁到現場去 先生帶著酒衣就說 這我家教來書 不用你怎麼打 有的警察想說你教來書 那你也不要太大聲 因為那個年代 不是現在的 現在當然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你在二十幾年前 快三十年前那個年代 其實很多警察是不管你家戶事的 連你太太被打到豬頭一樣 你不告人家不理你的 那後來是第二次 我們才得知到 她太太在 臨申北路的條通裡面工作 但是不是做那個酒店的 就是在裡面幫人洗碗 到服務生換東西模擬那種 算很辛苦 可是她的先生會去那邊攝葬 去喝酒喝花酒 喝一喝賭飲墨就知道了 等於她太太的工錢 從那邊摳就對了 那回去到她家裡的時候 又來一次又跟她太太要錢 那又對她太太動手動腳 然後打得很... 那次打得特別兇 連孩子都打 那就喊救命了 鄰居又說拜託 不然你也來處理一下 警察 這一批的警察就比較好了 不像第一次去處理的警察 後面的警察去處理之後 你說你媽媽 今天都要看看 就剛剛正在那邊一樣 身分證都拿出來看 一對...不對啊 你們兩個沒有夫妻關係啊 你們怎麼會生你太太呢 那我們離婚啊 離婚就不是你太太了 那就不一樣了 有的前妻還繼續... 就是前妻 他就是威脅他前妻說 你回來你如果不跟我睡 我就要把孩子帶走 所以就動手打他前妻 你虐他前妻 性侵他前妻 可惡 那這個案子發生後來 那個比較老的 那個到現場派出所的 那個警察說不對喔 你這個不是只有傷害罪喔 這是性侵案 這個公訴罪了 對... 公訴你就要送來我那邊 就送到我刑事組了 那送到我刑事組來的時候 我傳問他們來到現場的時候 太太坐我右邊 先生坐我左邊 我才先跟他們了解協調 那了解之後知道是性侵 這不是告不告的問題 性侵是公訴罪啊 公訴 然後他先生就這樣隔空這樣子 三字經罵他太太 你敢把我刑事 就要讓你怎麼樣... 這樣就對了 那我在中間這樣 看來看去看來去 我說好了 你載我警察局 你不要這麼大聲 你看來我十個床床 你不要這麼大小聲 那他太太就跪在我前面 就跪下來啦 我說我不要告了 你放我走 我不想告了 叫他不要再來騷擾我就好了 他先生 我過來轉頭來罵我 轉頭來罵我 三十年前我脾氣也沒好理 後來我想一想 我自己很生氣 後來還是一樣 用鄭大哥的方式 我們放一本聖經 阿妹 感謝主 放在他的胸前 把他帶到地下社區 好好的用聖經來謊話罵 然後他去聖經看 阿妹 感謝主 後來這個案子當然是 我們請社會局進來協調 請他的那個夫人 太太 前妻 你就搬離開這個地方 不要跟你先生 有任何聯絡來往 因為以前沒有行動電話 沙先生也找不到 你呼叫器 你不回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有請 當時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他也把他安置得很好 是 好 你這裡還有一個是 比較誇張的例子 是老公是公務員 老婆你做股票 這間有得誇張 這一間那時候也蠻久了 七十八九年 那個時候最流行股票 股票比較大很多 媽媽菜籃竹 南京東路逛一圈 就可以去買菜了 我們這裡有說菜籃竹 日本菜籃竹 我說佐藤太太 佐藤太太 賞到賞到 這個是一個太太 他們就是一群姐妹濤 都會買小小的股票 只要賣一張 可是他碰到一段時間 股票掉到很慘 大概兩三千點的時候 中午被他的姐妹濤 拉去坐台 南京東路線上很多 那個酒店 兩點到六點 女生坐台 都是 坐台要做什麼事情 已婚的 就不會陪酒唱歌 就陪客人喝酒唱歌 就跟五小姐那個一樣 一台坐在那邊 一台一千五 除了喝酒唱歌 還要可以再進一步嗎 那一般他們都是 一個小時一千五百塊 對 然後可能實際拿一千五百塊 陪客人在那邊喝酒 然後唱歌 加一小時一千五 對 那個是七十八九年 一千五年也不少 那一天或多三點 就四五千塊 他的先生是一個水利局的 也是這個公務人員 中午開始就喝酒 那中午喝酒 有的廠商以前 二三十年前會請公務人員 說要不然來沙灘 吃完飯再去唱個歌這樣子 他們剛好在南京東路 又建國北路下去 右手邊一家叫月勝酒店 月 喜悅的月 月勝酒店 那鋼琴酒吧 因為那個事情鬧得很大 他先生在A包廂 聽到B包廂的唱歌 這個聲音怎麼那麼熟悉 他真的 小音很可憐 不然唱的聲音 怎麼很熟悉 那就趁外面跟他瞄一瞄 他媽在裡面坐 大發雷霆 我們先生蒙一顆下去就把他媽打了 為什麼他可以去消費 他媽不能去 重點來了 他動手就把他太太 趴了好幾個耳光 他媽擲出鍋瓶 我說以前 要賺一點回來 對 想說賺一點錢回來 不敢讓他先生知道 那被打的時候 當然裡面還是有少爺有為事 怎麼會讓你打我的小姐 裡面一窩蜂 衝上來七八個 就把他先生圍毆打一頓 打完之後 警察也來了 通通到了 我們送到我們盤處所來的時候 他先生是先送馬街醫院 送馬街 然後他太太也是 兩個人都送便宜去 其他的通通判了 那因為酒店想要息事 說這就是他們來我們這裡的客戶 他不是我們店的宵宵 所以他們自己夫妻間的事情 那因為這個案子 因為他先生是公務人員 人家就說 你怎麼可以自己去找 招待去喝花酒 喝酒就不能在那裡賺錢 他先生因為這個原因 兩個導致後面告他太太 不忠 而且疑似外遇 顧被離婚 說這個我也不要 老公想要離婚 老公想要離婚 但是後面有沒有離婚 我是不知道 他去那裡算那麼多小姐 都沒有關係 所以就是很自私 很多男人真的很自私 男人就雙標 男人很多很自私的 怎麼叫男人就雙標 對啊 你這樣 直轉週關放火 全部都說說到了 真的 因為那個時候在酒店中午十二 就是兩點到六點的 那個幾乎都是 南京東路 拔出國標的小姐 那個都 有的很漂亮 所以如果股票大跌的時候 就去那邊坐台一堆 那個叫菜籃廚 菜籃廚 他就是時間到 他五點外就先拿三下班 可能就是要回去要煮碗 帶小孩煮菜 對... 所以當時中山 虛盡 那也冒很大的險 有時候真的會碰到熟人 一定常常碰到熟人 你怎麼來 我就來... 這個好尷尬耶 對 這個很尷尬 可是他先生後來提出 這個離婚的訴求 我們就裡面很多 都覺得有兩極的說法 你自己說無人 你去喝花酒 你媽媽這邊是炭情 為什麼叫花酒 花酒就是裡面 都是女生稱為花 電宗之花 還是說電宗裡面最漂亮的 他們都以花來心 不是說水 喝喝水酒 有有女陪式的喝酒 就是花酒 對... 為什麼男生教很多女生 教很多男生叫花心 他們的太太幾歲 二十三歲 二十三歲 這是年輕 四十三有收嗎 對... 他可能是二十歲收到六十歲 你會說五十三有收嗎 我怎麼說 我五十三 沒有啦 你怎麼五十三 亂說 對啊 五十三 那年二十三 算老了 那個年代二十三歲算老了 對啊 你民國七十九年 你這樣一早再打 我算民國七十九年 那個都早婚了 那個時候都差不多十八九歲 都嫁了 好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